晚清时期的海关服饰新中国 五六十年代海关服饰 七十年代海关服饰建国后使用过 和茂徽建国后使用过的胸章 现在使用的关辉关辉关辉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专用标志 象征海关的职业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辉 由金黄色钥匙与伤神手杖交叉组成 其中两学相传的伤神杖 是伤神古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的手持之物 赫尔默斯是诸神中的传信使者 兼商业 贸易 利任何发财之神 及管理商旅 戏目 江峰之神 传说赫尔默斯拿着这只金手杖 做买买很发财 人们便称赫尔默斯为商神 金手杖也变成了商神杖了 被世人视为商业及国际贸易的象征 金钥匙寓意国门钥匙 具有海关掌管国家经济大门的含义 象征海关为祖国把关 钥匙上的三个尺 分别代表海关的监管 征税 柴司三大任务 现在使用的官衔官衔制度 是我国际军衔 警衔后实行的第三种衔级制度 官衔仪市区等海关官员等级 表明海关官员身份的称号和标志 是国家级与海关官员的荣誉 官衔的等级设置为5等13级 级 1等 海关总监 海关副总监 2等 官物监督1级 2级 3级 3等 官物督察1级 2级 3级 4等 官物督办1级 2级 3级 5等 官物员1级 2级 海关总监官衔标志 为一枚橄榄叶环绕的海关官辉和三枚新花 海关副总监官衔标志 为一枚橄榄叶环绕的海关官辉和二枚新花 海关总监 海关副总监官物监督官衔标志 为一枚橄榄叶和一枚海关官辉 1级官物监督官衔标志为三枚新花 2级官物监督官衔标志为二枚新花 三级官物监督官弦标志为一枚新花 一级官物监督 二级官物监督 三级官物监督官物督察官弦标志为三道横杠和一枚海观观辉 一级官物督察官弦标志为三枚新花 二级官物督察官弦标志为二枚新花 三级官物督察官弦标志为一枚新花 一级官物督察 二级官物督察 三级官物督察官物督办官弦标志为二道横杠和一枚海观观辉 一级官务督办官衔标志为三枚新花 二级官务督办官衔标志为二枚新花 三级官务督办官衔标志为一枚新花 一级官务督办二级官务督办三级官务 督办官务员官衔标志为一道横杠和一枚海关关辉 一级官务员官衔标志为三枚新花 二级官务员官衔标志为二枚新花 一级官务员二级官务员